988聚焦东盟 你好我是舒婷来看头条看点 头条看点 Maisiatra应用程式可以看到我们个人的接种疫苗资讯 注射完两剂之后就会出现黄色的完成接种电子证明了 科学工艺级革新部长凯里在接受新报的访问时说 Maisiatra可以成为疫苗护照 未来可能会在国际旅行中发挥作用的 他透露新加坡可能会成为第一个承认Maisiatra为马来西亚疫苗护照的国家 换言之大马人如果完成接种就可以凭着Maisiatra进入新加坡 两国针对此事的协商也差不多来到尾声了 各国接种疫苗的速度加快让旅游业重燃希望 疫苗护照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全球各地目前已经有数百个地点 包括航空公司政府机构药店等等都开始使用数字系统来证明健康状况 或者是看是否已经接种疫苗或者是证明自己的核酸检测是成阴性等等 最近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就已经数字疫苗护照达成一致的意见 预计将会在7月1号推行了 当然不是所有国家都会认可疫苗护照 大部分的原因是对隐私的担忧 也有人警告数字护照是技术权威主义悄悄蔓延的一部分 疫苗护照遇到的另外一个阻力就是 疫苗护照可能会导致那些没有办法接种 或者是拒绝接种疫苗的人受到歧视 而且接种疫苗能够有多大的程度防止病毒传播 其实目前也存在不确定性 新加坡疫情缓和 昨天除了是新加坡恢复唐食的一天之外 也是当局强制食客在小贩中心用餐之后 必须要自主归还托盘和餐具的第一天 新加坡环境局会给予公众三个月的适应期 9月1号开始会执法了 到时候如果食客没有遵守条例 那么执法人员会先给劝告 如果不听才会开罚 出犯者会接获书面警告 第二次为例就要缴付300新元 也就大约930令吉的罚款了 第三次就要被控上庭 那另一边泰国也放宽了餐饮业的限制 昨天开始高风险的四府 包括曼谷暖无礼北揽 餐饮业允许唐食到晚上11点 而其他的府呢 则获准餐饮业恢复正常营运 但是依然是禁止卖酒 抗议期间一直宅在家 肯定是闷坏了 不过呢即便政府放宽管制 我们还是不能够松懈的 印度染疫患者家属痛哭的画面 焚烧场日以基业处理尸体的画面 还历历在目 不过就在印度政府宣布放宽措施之后 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购物中心以及市场 竟然再度挤满人群 而且对戴口罩和人身距离的规定 视若无睹 那另外根据今日印度的报道 还有数百人不顾防疫规定 涌入赫里德瓦尔和法鲁卡巴德的恒河圣誉 庆祝印度教盛大的节日 十圣节 医师担心印度防疫再度松懈 会导致确诊案例爆发 医疗系统激进崩溃的情况又再度重演 酒吧聚焦东盟的头条刊点 为你跟进的新闻先到这里 有句笑话是这样说的 世界上最漂亮的花就是有钱花 泰国政府为了刺激国内的经济 于是就推出了非常诱人的政策 就是越花越有经济配套 人民只要消费 就能够享有政府提供的购物福利津贴 从7月到9月民众只要在这三个月内 花费6万泰铢购物 也就是7900令吉左右 就可以获得政府补贴多达7000泰铢 也就是920令吉左右 所补贴的目标群是针对中高收入者 越花越有配套之下 如果民众的购物金额每笔不超过4万泰铢 就会有10%的回扣 那如果是每笔超过4万泰铢 就可以获得15%回扣 每天最多获得的回扣不超过5000泰铢 累计多天则不超过7000泰铢 这些回扣的数额会被存入特定的电子钱包 这笔钱可以用来支付购买商品 但是不能够转账或者是提现 当然政府也有针对低收入者的补贴 而且相当受欢迎 例如各付一半配套 这个配套已经实行到了第三期 民众只要购买日常用品就可以获得每天150泰铢的上限补贴 累计最高补贴3000泰铢 泰国经济是以旅游业为主嘛 那为了恢复经济 当局也发布了开放国门的时间线计划 泰国观光及体育部长皮帕表示 首相巴育已经声明要在120天内全面开放泰国国境 以免隔离的方式接待外籍游客 当局已经批准了普及沙盒项目 已经接种疫苗 检测成阴性以及来自低风险国家的国民 都可以以免隔离的方式在普及旅游 那同时呢 从7月15号开始 当局也原则上批准速勒 塔尼府开放三座著名的岛屿 也就是苏美岛 帕岸岛以及归岛 新冠肺炎疫情管理中心会议表示 如果哪个辅置已经准备好了 感染官病患者的数量减少 每天新增的病例不超过30宗 就可以开放接待游客了 那你知道吗 现在呀 非法业务其实也能够转移到境外发展 如果你浏览漫画村网站 就能够免费看到 咒术回战 海贼王等等的人气漫画作品 但是呢 这些啊都是盗版的 那网站4月的访问量呢 是超过7000万次 被认为是带来损失最大的盗版网站 最终漫画村这个网站的营运者 被告人 新野陆石 也就是29岁的他 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不过呢漫画村被查封之后 类似的成功查封案例 其实是越来越少了 原因就在犯罪组织 已经从日本转移到了境外 更兴起了越南系盗版网站 律师分析 如果不知道发行人的信息等等 就很难追踪了 越南拥有便于开设网站的环境 那另外呢 两国之间往来也是很活跃的 在越南精通日本内容的人也相当多 事实上日本境外组织 不只是把大多服务器放在越南 也放在著作保护权制度不完善的第三国 专家指出要防止日益严重的侵权现象 当务之急 就是制定不让相关网站刊登广告的限制等等 让运营者无力可图 那说到越南呢 越南的火龙果市场最近非常低迷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当地火龙果对外出口遭遇挑战 价格也接连下滑 据了解 前江省和龙安省的红肉火龙果价格 每公斤只有6000到7000越南盾 也至大约1令吉到1令吉30仙 那白肉的火龙果价格更是低连了 因为卖不出 大批的新鲜火龙果就只能拿去喂牛 或者是送人了 988聚焦东盟为你跟进的新闻到这里 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聊